说着无意听着有心 翠花嘴中毫无犹豫蹦出的那个答案 彻底融化了今夜女人的心 那天真白生了很严重的病 翠花毫无犹豫地背起了她 却惊讶地发现真白实在是太轻了 路上真白渐渐有了意识 却发了疯一般 那一刻真白脸上出现的表情 翠花从来没有见到过 真白朋友的无心一句话 吓坏了翠花 原来真白一直做的都是日本的特殊职业 每天要面对不同的男人 翠花意识到这份工作原来是场骗局 真白也不是这房子雇的女仆 因为她就是主人 得知一切的翠花没有揭穿这一切 因为爱 她只是悄悄提出 得人换个房子住吧 第二天 连这一起来看了新房子 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房子 回家路上 真白偶然看到了婚纱 于是悄悄带着翠花走了进去 为最爱的彼此穿上婚纱 那一刻画面真的好美 那一天成了两人最幸福的一天 笑容挂满了彼此的脸庞 除了幸福 再也看不到其他 两人望前的体验着最隆重 隔天大山带了最好的殡仪馆来处理后事 眼前的两个女人 就是那最美的蝴蝶 美得不忍破坏 原来大山给翠花继续的工作 其实是陪患与癌症的真白一起死 酬金一千万 去不了翠花没有死 而最爱的她却悄然离开了 翠花崩溃了 疯狂的吼叫着 却终归得不到回应 那天是翠花有生以来最悲痛的一天 也是那天她才真正认识到了那个 天真烂漫的真白 最初的模样 但一切都迟了 回不去了 望着这个空荡荡的房子 时间在此刻成了最残忍的杀手